观众朋友晚安 来关心天气 今天台湾上空是有松散的云层 感受上就没有那么闷热 而气温是微微的往下降 但还是属于夏季的天气形态 各地高温是在34度上下 而台湾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三 都是处在大范围的低压带之中 对流是容易发展的 因此环境的水气多 大气不稳定 尤其是周末这两天 在南部还有东部地区 受到了双台外围环流的水气影响之下 是有短暂的震雨或是雷雨发生 而不只是在迎封面的南部 以及东南部地区 白天配合热力作用影响之下 各地的山区 也是容易有热对流发展扩散的 也会带来比较大范围的雷雨出现 也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雨 所以在周末 如果要安排户外活动的话 最好要避开山区还有西边 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好来看到的是双台 芙蓉和爱丽是接连生成了 那么目前都是属于轻度台风 来看到的是芙蓉台风 现在是以每小时16公里的速度 持续的向西北的方向来前进 预计今晚就会在中国大陆广东来登陆 而至于爱丽则是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 同样是往西北来前进 预计会侵袭日本的琉球群岛 并且转向通过对马海峡 在日本中国大陆一带来登陆 两个台风看起来距离是蛮远的 不至于有双台也就是藤原效应来产生 对于台湾来说是没有直接影响 但是引入的西南风水汽 对于在迎风面的中南部的朋友来说 要特别当心会迎来连续4到6天的降雨 尤其是低洼地区更要盛防有淹水的情形发生 好像以预报方面要仔细来看到的是 南方水汽一入之下看到了整体的水汽变多了 天气进入不稳定的状况 尤其在南部还有在恒春半岛 整天都是有不定时的短暂震雨或是雷雨 甚至还发展成了局部大雨 那么在中部以及在花东地区 也是有比较强的对流发展起来 偏向的是午后雨 至于北部还有东北部则是多云为主 但是也是在午后下起了明显的雨势 各地的山区也在午后有明显雨势发生 而来看到入夜一直到明天的清晨 各地的降雨有比较趋缓了 唯独在迎风面的高平地区 降雨的情况还是比较剧烈的 要留意有短时的强降雨 好 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其实是相当的不稳定 一直到下周三之前 这段期间因为低压带都是盘踞在台湾附近 环境水气偏多 加上双台的水气影响之下 迎风面的南台湾 以及午后中部以北地区 都是要留意有明显的降雨的 而到了下周三 下周四 太平洋高压还是偏弱 天气虽然是高温炎热 但是还是持续的不稳定 午后容易有强对流发生 因此要留意有剧烈的天气变化 而下周四 太平洋高压是有望向西边来伸展 会将整个低压带往西来推 到时候台湾就会逐渐的回到高压的势力范围 至于到了下周五来说 太平洋高压是逐渐的增强了 那么天气会转为晴朗炎热 午后的热对流也比较减弱了 范围也缩小了 大部分的降雨是会集中在山区的 天气有逐渐的好转 而下个周末甚至在往后一个礼拜 应该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天气形态 不过海面上依旧是有热带扰动 在酝酿的机会 所以还是要持续来观察 那么接下来带您关心 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 我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 高温是31到33度 低温25 26度 要注意午后还是有雨的天气形态 中部地区高温是32 33度 低温25 26度 同样也是因为 位在的是迎风面地区 还是要留意降雨发生 南部地区更是受到了双台水气的影响 降雨几率是偏高的 高温是在31度 低温是25到27度 至于来到花东地区 高温是31 32度 低温是25 猫咪大战争 同意就要 有七周年 爱你咋吧 谢谢这 70分之外出要记得 吸带雨具 外岛地区来说 高温是29到31度 低温是25到27度 那么要留意 在中南部地区 还有在外岛 也是有长浪发生 要避免前往海边来活动 小丁提醒大家 两个事情来提醒大家的事情 双台目前是对于台湾来说 不会有直接影响 但是外围的水气 还是容易造成南部地区 有降雨发生 那么在沿海地区 是有长浪出现的 因此避免往海边来活动 也尽量不要从事海上作业 以上是这节中视气象 我是林佩杰 我要回来请您持续所谓